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的实力是有目共睹的 还因为这场比赛或许就是林陶最后一次交手了 林丹与陶飞克之战无疑是球迷们无比期待的比赛了 但在1%决赛便早早相遇 也使今天的温布丽体育馆中注定是增添了一抹悲情的色彩 自2001年开始交手至今 他们一起走过了雅典籍北京奥运会 并分别获得了两届奥运会的冠军 细数两人12年的22次交手 这一对惺惺相惜的对手每次交锋都不平淡 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 陶飞克圆梦了奥运冠军后 世界羽团的临头大战便成为了人们津津乐道的恒久话题了 2005年世界锦标赛完败使得 但在此后的逐渐就走向一种成熟 2006年的多哈亚运会上 两人又在最后的男单决赛中相约相聚了 那一直交着比分的林丹 在关键时刻的失误 使得陶飞克利用往前球 最终锁定了这样的一个胜局 印尼天才也因此完成了自己大满贯的梦想了 而2008年奥运会之后 用陶飞克的话说 就是从陶飞克的时代 慢慢转向了林丹的时代了 那12年22场对决的对手 林丹与陶飞克却成为了一生的朋友 正如在魏晋时期 秦家鸡康最擅长弹奏我国古代 十大著名古曲之一的广林散一般 林丹与陶飞克同气而战 并非寄生于何生亮的悲哀 而是心心相细的美好 那鸡康行前也是索秦弹奏了广林散 并坎然常态广林散于今绝矣 那的确缺少了林丹的陶飞克 陶飞克是胜敌无数亿难求痛快 而今后少了陶飞克的林丹 亿难再寻如此天王的宿地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